已经是8月份了 马上就要秋季开学了 非常多的美颜新生 要踏上美国的土地 到学校报道来开始你的学业了 我还能想到 我当时在95年 从中国的研究生院退学 然后去到美国来接着读我的硕士 当时确实是 那么我想给美颜的新生 提一个非常重要的忠告 我想你可能已经 听到了很多其他的建议 比如说入学以后 学业生活要稳定 要安全 甚至有的说 要学点什么自卫的权术之类的 我不谈这些东西 我就谈研究生毕业了以后怎么办 因为美颜或者是两年 或者是一年半 现在还有一年的硕士 那么你毕业以后 你就直接面临的是就业 你的就业是在美国就业 还是回中国就业 你有没有就业的能力 现在越来越多的同学家庭 都是希望能够在美国来开启 你的事业的起点 我想在美国先工作个三五年 然后我再来决定要留在美国 去欧洲还是回中国 那么这是很正常的想法 我讲一个我真实的体验 我当时来美国 第一个星期 我大师兄带我去买菜 我记得特别清楚 在这个车里 他就问我说 你读完那书以后 你是留在美国 还是回国 我当时就特别坚定跟他说 我读两年 第一选择是回国 第二选择是去新加坡 第三选择是留美国 当时我也不知道 怎么是想的是新加坡 然后他当时就在一边开车 一边斜眼看着我一眼 就说你这样的 肯定将来是要留在美国工作的 结果后来就真被他言中了 他在美国 那时候已经是博士 已经读了四五年了 所以他有更多的 在美国的经验 更多的信息 也知道更多的机会和比较 所以你们作为新生来到美国的话 有可能认知是会变化的 而且这个认知的变化 大多数情况下 我把这个话说在这 都是会到了美国以后 越来越觉得 你的职业会在美国开始 这是因为你学的东西 还有你对工业界的理解 都是适合美国的状态的 所以你就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就是你千万不要说 到了这读书以后 成天还闷在自己的屋里 学这些课程 看国内电视剧 对美国的环境的绝缘 这样的话 可能到时候 有在美国机会 你会抓不住 我当时来读书的时候 第一个月 我就找到了一个 实习工作的机会 就是一周干十个小时 这样慢慢的了解美国社会 慢慢的知道 自己在职场里边 该怎么来做 然后引导自己的学业 我本来是学核电的 后来因为我有这工作以后 我对计算机更感兴趣 所以就学了一个核电 还有一个计算机的学位 然后找到工作 开支职业的生涯 所以说了这么一大堆 我就想给马上落地的美颜新生 一个忠告 就是你一定要在美国 开启你职业生涯的准备 不能说是第一天 但至少是第一周 第一个月 你就要来准备自己 在美国的求职 这些材料 这些工作 那之后都包括什么 一个是你要有简历 不仅有简历 而且简历到逐渐的优化 没有一个人的简历 是一成不变的 因为你对雇主的要求 你对市场理解 是逐渐加深的 而且你可能以后 要投几种职位 可能你需要几个版本的简历 第二就是你要了解 美国怎么找工作 就是美国这些求职平台 了解这些平台 你要去完善 你在平台上的信息 你要知道怎么来搜索 要去研究这些岗位 这些公司是什么样的 这样你才能去投递 再有就是你要精准投递 要多投递 精准投递的意思就是 你投的是公司 别是不欢迎国际学生的 再有就是多投递 精准投递和多投递 这两个一点不矛盾 就是你最好是又精准又多 你的机会才会更大 另外你就要做面试的准备 所以在这些工作 逐渐的来循环提高 就能增加在美国就业的机会 将来咱们在美国拿到了实习 拿到工作 挣美元有工作的签证 就真正的成为一个国际人才了 就业这条路如何走得更加顺当 可以自己学习 或者我们后人就业 有很完善的这一类的规划 和这一类的服务 不仅有双螺旋 就是学业和就业同时来提高 还有付费实习 快车道 投递营 还有我们的F1hire 一海投转件 所以我们是很全面的帮助 我们在美国读书的学生 开启美国的职业生涯的 希望对你能够有所帮助 如果你在美国就业求学 有任何的问题 可以来找后人教育 我们一定尽我们的权利 来帮助我们的同学 今天就聊到这 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见